穷女孩第一次体验豪华游轮旅行 无意间发现高富帅正对着她练习求婚 这时一旁玩水枪的小孩子到了高富帅 吓得她弄掉了求婚戒指 结果戒指一路被人踢走 穷女孩也帮她追了一路 最终戒指掉到泳池网上 女孩好心上前帮忙 眼看还差几厘米才能够着 她便让高富帅在后面搭把手 结果高富帅一个手滑 她扎实地掉进了泳池里 水里女孩卖力地抓住了戒指 高富帅下水将她就上来后 还真诚地祝她求婚成功 最后两人回到房间门口 才知道对方就住在隔壁 连以为是巧妥 不曾想是天定的缘分 回了房间后家新店开始布置 等待夜晚和男友燃起爱情的小伙伴 殊不知此时男友正合夜女人秘里调勇 还故意打电话叫她来吃饭 她满心欢喜地换上漂亮的裙子 结果头发突然卡在拉链 她一人束手无策 只好向隔壁高富帅球 虽然有些尴尬 但王熙逸还是帮她解了解 可离开时她却拿错了房卡 当她来到餐厅傻傻盼着男友到来时 不曾想这却是男友使得掉鼓离山紧 转头她就带着钢炮的妞来到房间快舞 然而这一幕正巧被王熙逸看见 想到家新刚才帮了她 于是她决定做件好事 她把手机推进门缝里录音 紧接着来到餐厅找到家新 假装污蔑她偷了自己的戒指 让她带自己回房间找 结果回到房间正好看到激情现场 整得男友措手不及 开始胡伦吞早一通乱念 可这渣男非但不知悔改 还反过来指责女孩不信任她 王熙逸实在看不下去 便拿出刚才录的录音 眼见证据确凿 男友瞬间气急带坏 索性直接撕破脸皮皮分手 暴露本性的同时还不忘泼脏水 说他们两人也有一腿 还恬不知耻的霸占 也有定的豪华套房 真是小刀华屁股给高富帅开了眼 家新气得哭着离开 可怜她刷爆信用卡来讨好男友 结果男友只当她是笨蛋替款机 熙逸担心她想不开 追出来刚好看到这一幕 以为家新伤心欲绝要跳海 冲上前立马将她抱下来 原来人家只是想拿回那口资金 熙逸很是同情女孩的遭遇 殊不知她自己也没好到哪去 原来前一秒她还安排了盛大的求婚 下一秒女友就为了舞蹈梦想放了她哥 在女友眼里 他们的爱情也没有个人梦想的 得知熙逸也被另一半抛弃 家新不免感慨他们同时天涯沦落人 听着她这般自爱自怜 她中间先是丢掉她那老土的放大剂 然后安排几名造型师帮忙改造 经过腌制水粉的修饰后 原本相貌平平的土编着 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性感女神 虽然骨子里的怯懦无法抹去 但足以惊艳抛弃她的渣男前任 没想到才刚分手两小时 从前的土包子就变成了大美女 身旁的高富帅为了帮你还讨过公道 打算正面和她较量一番 比出渣男仗着那点球技洋洋自断 没想到高富帅假装不会打球 结果轻而易举拿下高分 还剩最后一球时 她突然提出让佳心帮她打 可她连球杆都没碰你 一向软弱的她下意识退缩 于是王熙一手把手叫她 就这样在她的带领下 佳心渐渐找回了自信 当黑球近动那一瞬间 佳心瞬间激动地抱住了王熙一 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紧接着她要求渣男给佳心道歉 并且吃掉台球 如今她丢光了脸面 身旁的妞也瞧不起她 王熙一还逼着她吃下台球 渣男见状立马向佳心陪礼求饶 而佳心第一次学会了反抗 立声则骂她一顿后 佳心还是圣母心饶了她 这时王熙一上前逗她开心 佳心也渐渐从悲伤中抽离 出了口恶气 她也算是大仇的抱 佳心十分感谢王熙一的陪伴 换做事以前 她绝对没有勇气这样破口大骂 分别使她心中隐隐有些不舍 此时她突然看到 楼下似乎有求婚现场 这让王熙一猛然回想起 这是自己为女友准备的盛大求婚 但女友早已为了舞蹈梦想放了她口 她光顾着帮佳心手撕渣男 却忘了取消求婚 这下所有人都将她身边的佳心 当成了求婚的女主 如今想取消也来不及了 佳心索性主动提出帮她演完这场戏 于是两人在主持人面前 完成了求婚仪式 还在所谓的婚书上签字 毕竟做戏就要做全套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们才知道了彼此的女人 接着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王熙一硬着头皮亲吻的佳心 佳心虽然不会跳舞 可在王熙一的带动下 却能在舞池里翩翩起舞 虽然她心知肚明 此刻的幸福属于另一个女人 可是她还是希望时间能满意 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次日一觉醒来 他们静一丝不挂地躺在一场旁 佳心觉得这狠狠伤害了男人的命 于是她安慰对方 昨晚只是一场梦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男人的内心充满内疚和自责 结束这趟邮轮之旅后 本以为他们从此再无交集 可不久后正在上班的佳心 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直接下了她一大条 没想到之前她签的结婚证书 在法律上已经生效 事情就这么弄假成真了 如今她和高富帅已是合法夫妻 两人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去办离婚手续 结果这闪婚闪离的操作 直接被工作人员臭骂一顿 最后才得知要离婚的话 必须飞去巴哈马 才能办理离婚手续 于是王熙毅立即安排助理订计票 同时也和佳心约定好 离婚后从此不再联系 也将此事永远埋藏在心底 但离婚仪式毕竟涉及财产问题 王熙毅还是私下找律师咨询了一番 过后她正要离开这家公司 却发现佳心竟在此处上班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软弱胆小 被同事欺负也不敢吭声 此时前男友突然出现来找佳心算账 明明已经分手了 这个软饭男还恬不知耻地来质问佳心 为什么停掉自己的会员卡 如今佳心身边没人护着 软饭男变本加厉地欺负她 此时王熙毅突然出手 又一次帮佳心教训了渣男 他道歉认怂后立马踢腿跑步 接着还训斥了一番刚才欺负佳心的同事 众人都看出两人关系不简单 随后熙毅按照律师的主意 询问佳心有什么离婚条件 本以为他会狮子大开口 可没想到佳心提的条件 仅仅是离婚后要请他吃饭 想感谢他对自己的各种帮助 王熙毅顿时觉得自己太小人之心了 这时佳心突然忍不住呕吐跑去厕所 王熙毅也没有过多怀疑 过后佳心的生理期一直推迟 他抱着疑惑的心态 偷偷去药店买了三盒验运棒 没想到三次都中了奖 他不知道该不该将此事告诉王熙毅 这晚王熙毅因离婚仪式心神不女 当远在欧洲的女友打来电话时 他才想起来女友的舞蹈演出已经结束 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给安娜送花 但也因此让安娜有所觉悟 安娜承诺等回来后 要永远守在熙毅身边 还说出了那句迟来的我愿意 原来他早就知道 熙毅曾打算在邮轮上向他求婚 他保证下次绝不会再放鸽子 听到安娜的真心承诺 熙毅决定处理好离婚仪式后 就给女友一个完美的婚礼 次日就是两人飞往巴哈马办离婚的日子 去机场的路上 佳心本想告诉王熙毅自己怀孕的事 可王熙毅却给了他一张支票 希望能以此弥补他 最后还告诉他 就在昨晚安娜已经通过电话 答应了他的求婚 佳心欲言又止 他默默抚摸着未成形的孩子 也许只有孩子消失了 才不会给他造成困难 他本想自己偷偷把孩子留掉 不料母亲突然得知此事 不停逼问孩子爸爸是谁 佳心不想打扰对方的生活 他坚持闭口不说 还执意要自己处理孩子 殊不知孩子爸爸一直在屋外偷听 王熙毅才知道了有孩子的存在 虽然他不爱佳心 但也觉得十分亏欠他 事到如今若还躲起来 那他也太不是个男人了 就在陈母言行逼问时 王熙毅突然站出来 承认了自己就是孩子的爸妈 于是陈母痛脸他一顿 还毫不客气地拿鱼网招待了他 逼问他事情的来龙去脉 随后陈母才知道 原来两人假装结婚却弄假成真 完事不小心睡了一觉 又不小心怀上了娃娃 如今女儿还一直护着他 之后陈母从高富帅身上搜出他的手机 并打给通讯录里最亲近的奶奶 要来个家长间的谈判 没想到奶奶十分乐意对此事负责 还提议明天直接在岛上 把两人的婚事给办了 却不知这一切都是汪奶奶的特意安排 原来不久前两人正准备去办离婚事 事情突然被奶奶发现 老人家一直渴望抱曾孙 于是为了阻止孙子去办离婚 奶奶突然安排了麻烦事 让王熙毅亲自去到花鸟岛解决问题 就此打断了两人离婚的行程 谁料他一登岛就看到了嘉欣的身影 他抱着好奇心一路跟到家门口 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嘉欣的老家 最后还误打误撞来了的亲家相认 最晚嘉欣偷偷给王熙毅封宝 还给他带了家乡特产西米粽 嘉欣在一旁疯狂道歉 等王熙毅吃饱喝足后 心里的气也渐渐消了 他突然发现了嘉欣小时候的日记 才发现他从小就是个瘦气包 还嘲笑他那白马王子般的梦想 嘉欣着急地抢回自己的日记 这时王熙毅突然发现有蟑螂 他瞬间吓得活蹦乱跳 让嘉欣赶紧把蟑螂弄死 可嘉欣觉得那怎么都是一条生命 善良的他只是把他抓起来扔出了房间 接着两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天 王熙毅感叹他们再也不可能 回到没有焦急的生活 只要这个麻烦不解决 我们永远都不能回到各自的生活 却不知道这话刺痛了嘉欣 或许于他而言 自己和孩子都是个麻烦吧 嘉欣留下一张纸条后默默离开 次日王熙毅才知道 嘉欣打算去做人流 但是嘉欣已经来到医院 他想在手术前再看一眼自己的宝宝 感受那鲜活的生命力 明明连一只蟑螂都舍不得猜死 可他如今却要拿掉自己的骨骆 这时王熙毅突然飞奔到医院 当他冲进B超市时 隔着脸部看到了嘉欣检查的影像 看到他们的孩子只有一颗细腻力那么小 王熙毅脸上却充满了血爱 然而检查完后 嘉欣却红着眼眶提出要做流产 这让医生感到不可思议 这时王熙毅再也忍不住 他站出来说自己是嘉欣的老公 还下定决心说道 我要这个孩子 为了减少对女友的亏欠 他让律师帮忙你一份离婚协议 第二天嘉欣就要随他们走了 妈妈很是不舍 奶奶更是当着妈妈的面 让他们回上海后一起搬回来住 这让西医更加为难 但又无可奈何 结果到上海 他们不得不按照奶奶的意思搬回来 刚一进房间 嘉欣就看到墙上那张大大的白天鹅照片 他立即向她保证 等生下孩子 我就安安静静地离开 绝对不会打扰你们 就连西医都看不下去了 现在是你和我谈条件的最好机会 本以为他会用三天时间考虑 谁知第二天一早 他就把签好的离婚协议交给西医 并拒绝了一切好处 甚至还主动归还了戒指 早上嘉欣来上班总觉得不对劲 不但没人让他帮忙带东西 更没人让他干活 甚至他的座位上已经有了别人 原来从今天开始 他身为沈律师特主 再也不用干杂活了 以后他的工作就是参加画展会展之类的社交活动 沈律师还让他去做脸换发型买衣服 这些都可以报销 原来这一切都是西医安排的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他孩子的母亲 他可不想看着他被人欺负 下午嘉欣代表律所参加音乐会 没曾想尽碰到迪伦 更没想到的是 西医竟然也来了 看到他们在一起 他非常生气 然后直接坐在嘉欣旁边 嘉欣本来就不懂音乐 再加上怀孕犯困 很快就打起瞌睡 从音乐会出来 西医看他们还在一起 更爱气了 直接就要送嘉欣回家 可是被迪伦拦住了 其实西医马上还有饭局 根本没时间送他 随即换了一副嘴脸离开了 晚上西医回到家 让嘉欣解释一下下午的事情 谁知他又要吐 我们不在外面公开身份 并不代表你可以当作没结婚 以后离迪伦远一点 嘉欣代表律所参加活动 没曾想现场海飞集团的加湿器 让他很难受 而这正好被迪伦看到 他赶紧陪他去医院检查 谁知竟被医生当成负责任的好宝宝 事后嘉欣为了感谢迪伦 于是请他喝一杯咖啡 而迪伦为了不让嘉欣再受气味影响 贴心地送他一个口罩 同时为了自己不再被别人误会 他还特意戴上 我不是他老公的口罩 迪伦的体贴让嘉欣很是感动 没曾想 这一幕正好被过来买咖啡的姑姑看到 他立即拍下他们的照片 回去就向奶奶告状 谁知奶奶不但不说嘉欣的不是 反而说起证人的不是 原来昨晚西一洗完澡之后 嘉欣就冷心地厉害 奶奶一看他用的洗发水 正是海飞公司出产的 她不放心 就拿去做了实验 没曾想里面竟含有有毒物质 不但增加厉害的几率 还会危害胎儿和小孩 奶奶说着就准备打电话 把海飞的合同停了 姑姑劝他睁只眼闭只眼 而奶奶却一份填膺 于是母女俩发生激烈的争执 奶奶瞬间被气到 姑姑正好利用照片的事嫁祸给嘉欣 嘉欣白口莫辩 她永远麻烦一个外人 都不叫自己陪她去产检 晚上嘉欣躺在床上 心中充满自责 第二天早上她早早起床 留下几张便利贴就离开了 西一早上起来 看到她的日常都贴着便利贴 特别生气 其实此刻她根本没发现 陈嘉欣已经走进她的生活 她已经习惯有她的日子 到公司后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而另一边 嘉欣哭着回到闺蜜这里 我好像做错事了 害得奶奶住进医院 闺蜜赶紧安慰她 本以为这里可以遮风挡雨 没曾想西一为了让她乖乖回家 竟指使助理买通房东搬了进去 晚上嘉欣无路可去 正准备去住酒店 正好狄伦赶了过来 白天她听说嘉欣的房子被人租走了 于是她赶紧帮她联系了住处 就在嘉欣准备接受她的帮助时 西一却也找了过来 两个男人竟在大街上争风吃醋起来 原来今天白天奶奶突然任命董事长特主 级别在总经理之上 西一心中顿时慌了神 然而更让她意外的是 妻子奶奶甚至当众对她做着疼爱的动作 西一不但有苦说不出 还要配合着奶奶演戏 真是无奈又尴尬 与此同时 得知消息的嘉欣简直难以置信 现在就连她的老板沈律师都对她毕恭毕敬 这让她惊慌失措 面对沈律师递过来的聘雇合同 嘉欣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晚上她找到奶奶 原来他们虽然每天扮演着夫妻 但是奶奶早就看出他们之间的问题 她觉得嘉欣离西一的生活太远了 这样安排可以让他们有时间学着好好相处 奶奶的良苦用心 奶奶更是独具慧眼 你是一块蒲玉 只要经过适度打磨 就会成为西一眼中价值连城的宝玉 奶奶的肯定和鼓励让嘉欣心中安定了下来 她决定好好干 绝不辜负奶奶 晚上嘉欣就开始熬夜学习各方面知识 而西一则翻看母婴育儿书籍 不知不觉中 他们的身份竟发生互换 而嘉欣不懂的地方 西一也是不吝赐教 晚上嘉欣在沙发上睡着了 西一也刚准备睡 突然奶奶敲响了房门 西一慌乱之下赶紧把嘉欣抱到床上 这时奶奶也闯了进来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情 奶奶就是叮嘱她 嘉欣上班中午不能回来吃饭 所以你要带她出去吃健康的 不能让她吃外卖 等奶奶走后 嘉欣刚准备把床还给西一 谁知她竟主动去睡沙发 第二天在车上 嘉欣抱着资料学习 西一更是借机戏弄她 而今天西一正好要先去律所拿一份文件 没想到律所的人眼中只有一种没有嘉欣 当即被西一教训了一番 这个以前欺负嘉欣的人 今天不得不对她毕恭毕敬点头哈腰 就连经理也不敢怠慢她 以前的同事们同样感到难以置信 嘉欣很不习惯 总裁准备撇下怀孕妻子 飞去欧洲见前女友 虽然她知道她阻止不了 但是当她听到西一和安娜通电话时 心中还是很难过 更是不小心打碎了花瓶 嘉欣赶紧道歉 并表示对不起 并不是说说而已 你去欧洲的事 奶奶那边我去试试 当闺蜜知道这件事 简直不可置信 晚上嘉欣把一堆文件交给奶奶签字 奶奶对她很是赞赏 一个劲的夸赞 但是当她看到西一要去欧洲考察15天的计划书时 立即明白她是假公祭司去看前女友 她本不想签字 但是拗不过嘉欣替她求情 最后奶奶还是随了她的一签了字 而当嘉欣出来时 西一正焦急不安地等在门外 当听说奶奶签字了 她更是高兴地直接把嘉欣抱了起来 如果不是邮轮上出错 西一的人生也不会改变 她现在还和安娜是一对 所以嘉欣总认为是她的错 这天奶奶特意邀请了客人 让西一和嘉欣回来作陪 而当西一打开门顿时傻眼了 没想到来人竟是狄伦 看到狄伦和嘉欣聊得火热 西一心里很不舒服 没曾想奶奶竟还推波助来 这让她心里很是恼火但又不好发作 饭后西一找到奶奶 谁知她还继续气她 第二天当西一醒来时 发现嘉欣不在 问了奶奶才知道 今天市场部有个会 所以狄伦一早就来接她上班了 她瞬间反应过来 他们竟然和狄伦一起吃早饭 把她给遗忘了 没想到她为了见嘉欣 竟在她办公室一直等到中午 而当她准备带她出去吃午饭时 她已经吃过了 很快嘉欣接到医院电话 西一希望她可以改时间 等她回来陪她一起去 反正课程是循环的 但是嘉欣坚持这次课程很重要 我想早一点学习 想不到西一口口声声说着不在乎嘉欣 而背地里想着的却全是她 晚上嘉欣贴心地为西一准备行李 而西一对她也同样体贴 像极了恩爱夫妻 其实嘉欣都是假装不在乎 她心里还是很难过的 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在公司突然昏倒 而此刻西一刚准备登机 她突然不放心地给助理打电话 嘉欣今天气色不好 你把会议都取消了 这才知道嘉欣刚刚昏倒了 现在正在医院 好在嘉欣并无大碍 很快就醒了过来 她突然想起今天还要上亲子课 奶奶要给她请假 但是她说今天课程很重要 坚持要去 奶奶还是不放心 好在狄伦主动提出陪她去 一致狄伦不但扮演了宝宝的角色 更是因为做得好得到老师的夸奖 而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西一看到 立即气步打一出来 我来了 你可以走了 狄伦临走前 只是和嘉欣偷偷夸赞了西一举 没曾想她又粗意大法 正在他们给宝宝洗澡的时候 突然安娜发来信息 本以为她现在在飞机上 谁知她竟没上飞机 可是她却无法给她一个解释 接下来的日子 西一故意和嘉欣保持距离 他们把彼此当成透明人 但是内心还是充满了关心和想念 这天在律所 刘思琦的一句话让西一顿时毛色顿开 她现在还人的孩子 你们就算不是爱人也是亲人吧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关心嘉欣的理由 于是她特意回家想陪她一起吃饭 谁知奶奶竟然带着大家一起孤立她 从来都是她孤立别人 没想到自己也有被孤立的一天 晚上西一更是主动搭讪 没曾想嘉欣竟抱着枕头去陪奶奶 第二天西一终于绷不住了 推掉了公司所有的行程 特意陪嘉欣逛街 没曾想商场里面拍照搞活动 非要给他们拍照 他们同时拒绝 谁知对方还是一个劲的在推销 这时经理过来喊住了她 对方的怀疑和窃窃私语让嘉欣很难过 于是西一主动要求拍照 并说老婆害羞掩饰刚才的拒绝 西一接着又给嘉欣买衣服 然后他们又一起给宝宝买东西 点餐的时候 西一更是考虑周全 其实最近她做了不少功课 不光看了医生推荐的书 更是在公司里问遍了所有怀国运的女员工 而当西一看到嘉欣的脚背邪魔破时 她更是直接抱着她去买星系 没曾想他们竟然遇到了安娜的闺蜜 在闺蜜的追问下 西一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嘉欣不想让她为难 赶紧装作是她的员工来陪她市场调研的 接着更是拾去的离开 可是当西一追出来的时候 哪里还有她的身影 打了很多电话她都不接 于是只能让安森去问刘思琪 嘉欣生气会去哪里 嘉欣是准备回花鸟倒的 只是错过了末班船 好在狄伦找到了她 正在他们闲聊之际 西一也找了过来 她带嘉欣去吃饭 主动向她道歉 这天妈妈打来电话 告诉她唐姐的状况很不好 总是天天哭 嘉欣询问好医生后才知道 她这是产后抑郁症 如果严重的话 自杀的产妇也不在少数 第二天一早 嘉欣做好早饭就回去看唐姐了 看到唐姐崩溃的模样 嘉欣赶紧过去帮忙 在她的安抚下 宝宝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接着她又让唐姐去洗个澡休息一下 只是没想到的是 妈妈今天一大早就去菜场 买了很多菜去上海看她 可是当她走进女儿的房间时 上一秒看到到处又大又奢华 还很开心 但是下一秒却得知 照片中的芭蕾舞女明星 竟是前女友 简直难以置信 妈妈很不放心 赶紧继续查看 这才发现偌大的衣帽间 竟没有女儿的衣物 还有房间里面还摆满了 蜥蜴和前女友的照片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竟让女儿签下离婚协议书 试问哪个母亲能接受这个现实 此刻妈妈一边埋怨女儿太傻太笨 又一边责怪自己 妈妈的心碎了 忍不住崩溃大哭 接着她掏出手机翻看女儿的聊天记录 这才知道女儿以前的信息已经若有所指 只是不管多大的委屈 她都不告诉自己 而是选择默默承受 痛定思痛之后 她哭着给女婿发去一条长长的信息 而此刻的蜥蜴正在开会 没曾想她立即结束会议赶来找家兴 正在她诧异之际 蜥蜴把手机里的信息给她看 妈妈一条长长的短信 诉说着女儿的委屈 更饱含了一个母亲的请求和无奈 没想到蜥蜴哄孩子还真有一套 但是很快她就发现不对劲 本以为她只是尿了 换个尿不湿就好 可是打开才发现 宝宝竟然拉了大的 她赶紧捂住鼻子 嘉兴要帮忙 她说她能搞定 谁知没等她弄完 宝宝又尿她手上了 嘉兴赶紧笑着过来帮忙 中午嘉兴负责做饭 蜥蜴照样负责带娃 突然她从后面轻轻地抓起 嘉兴的头发 让她更方便炒菜 饭好了 嘉兴接过宝宝让蜥蜴吃饭 谁知她竟然端着勺子 先为嘉兴 此刻的他们 俨然幸福的一家三口 晚上他们在阳台上 对于不确定的未来 嘉兴充满担忧 但是蜥蜴却愿意 做她永远的靠山 很快嘉兴就美美地 靠她身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 他们刚回家 姑姑静下地把茶水都喷了出来 接着更是千方百计 阻止他们上楼 原来姑姑经不住 嘉兴妈妈的苦苦哀求 她感同身受一个母亲的心情 最终疯狂了一把 和嘉兴妈妈换掉了 蜥蜴示弱珍宝的前女友照片 现在知道后怕了 不知道该如何承受 蜥蜴的雷霆之怒 此刻的气氛异常紧张 就连嘉兴都吃了一惊 姑姑和弟弟更是强装镇定 正在他们不知所措之时 谁知蜥蜴竟认可了换照片这事 这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但是她这样的态度 反而让姑姑和弟弟更加害怕 只怕她会秋后算账 第二天早上 嘉兴从姑姑口中得知 是妈妈求她帮忙 他们一起换掉了安娜的照片 这天姑姑点了份外卖 嘉兴看着太像妈妈的手艺 于是赶紧让姑姑给她尝尝 止一口 她就吃出了母亲的味道 赶紧和姑姑要店家地址 随即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 没曾想真的看到了妈妈 男人来酒吧等前女友给她过生日 而她的妻子则偷偷地坐在不远处 享受着这与她无关的快乐 然而没想到的是 前女友竟迟迟没有出现 为了不让蜥蜴难过 不让她生日感到孤独 嘉兴赶紧去后台办 成丑小鸭闪亮登场 终于逗乐了蜥蜴 也平息了现场所有人的烦躁 而当嘉兴表演完来到后台时 谁知蜥蜴竟跟了过来 听她喊着安娜的名字 嘉兴吓得双手直摇 蜥蜴明白自己又被她放了鸽子 不过她早已习惯了 再加上她今天此行的目的 并不是和她亲亲我我 而是准备和她摊牌 既然她今天找了替身过来 蜥蜴就干脆敞开心扉和她说出心里话 嘉兴听着蜥蜴的心里话 感动得泪流满面 只是万万没想到的事 丑小鸭并不是安娜找来的替身 而是她一心想要保护的小透明 当蜥蜴说完要说的话 立即掏出手机给嘉兴打电话时 丑小鸭健壮 下得赶紧拉住她直摆手 蜥蜴不知何意 而嘉兴却急得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 手机铃声从丑小鸭身上传出 蜥蜴这才反应过来 一把拿掉她的头套 其实今天也是嘉兴的生日 这还真是他们之间的缘分 其实刚刚在外面 服务员送给蜥蜴的礼物 并不是安娜送的 是嘉兴想尽办法找到的 那只钢笔是蜥蜴父亲送给她的 是她儿时的回忆 但是现在很难买到同款 于是在迪伦的帮助下 找到收藏大师古老师 谁知对方是个怪人 不肯轻易转让 最终嘉兴用了几天的恒心和耐心 才打动了她 为了买下那只钢笔 嘉兴更是不惜当掉了她的嫁妆 同样蜥蜴为了给嘉兴一个惊喜 特意把她带到游乐园 接着还送上了生日礼物 没想到上次无意间听迪伦说起 嘉兴为了给她生日礼物 不惜当掉嫁妆 于是蜥蜴跑遍了所有的典当行 终于找到了她的嫁妆 替她赎了回来 因为她知道这对嘉兴有多重要 这份心这份情怎能不让她感动 接下来嘉兴当上了真正的主角 西医带她做旋转木马 给她买棉花糖饮料 嘉兴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 而当他们谈起卖笔的古一天时 西医立马知道嘉兴买这只笔有多不容易了 谁知她竟说得很轻松 正在他们无比甜蜜的时候 唐姐的电话打了过来 原来是妈妈病倒了 西医嘉兴赶紧赶了过来 谁知妈妈竟然借口肚子饿 让嘉兴和唐姐去给她买点吃的 顺便带些生活用品回来 哪知他们刚走 妈妈就开始教训西医了 西医静语色地说不出话来 还好这时嘉兴回来了 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西医赶紧趁机溜了出来 当她看到丈母娘刚搬来上海 行李还没来得及收拾时 她赶紧贴心地弄起来 她此刻心中对嘉兴充满了亏欠 这时嘉兴出来提出 我想今晚先住在这里 陪陪我妈 没曾想西医不仅一口答应 而且她还要留下来陪她 他们心中很是欣慰 然而这时姐夫竟然带着儿子找了过来 打破了他们的甜蜜 原来姐姐来上海后 姐夫不会照顾孩子 实在没辙 所以就带着儿子找来了 同时她还贴心地给嘉兴带了生日蛋糕 哪知姐夫一个高兴吹响了喇叭 顿时惊醒了熟睡的孩子 姐夫急得手足无措 可是没想到西医竟然几句话就哄住了她 晚上西医更是给丈母娘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刻嘉兴在房间里局促不安 因为只有一张床 她不知道如何睡 当西医进来后 她主动去睡沙发 被西医一把拉住 从今晚开始 他们变成了正常夫妻的相处模式 嘉兴的心理既窃喜又紧张 西医赶紧贴心地把胳膊伸过来 把她搂进怀中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妈妈照样买了很多菜回来 准备照常营业 嘉兴心疼妈妈 你身体还没好 要不今天休息一天吧 可是妈妈舍不得 于是嘉兴提出留下来帮忙 但是妈妈又不肯 这时西医说我来帮忙 嘉兴不忍她丢下公司的一堆事在这帮忙 但是妈妈却愿意给她机会 她这是在代替女儿调教她吗 真是想不到 昔日呼风唤雨的霸总 今天竟在丈母娘的小餐馆里打起杂 这还真是十年和东十年和西 晚上空霞时妈妈给西医端了一碗面 对于西医今天一天的表现 妈妈很是满意 第二天一早 西医故意装作浑身疼痛 让嘉兴去帮她拿点膏药过来 谁知她竟趁机脱掉了衣服 把嘉兴吓得立即转过身去 不过很快她就发现她被戏梦了 他们打闹一番 早上起床后 西医更是交给她一个特别的任务 而正当他们的感情走向正轨时 却再次收到安娜的短信 西医终于向安娜坦白了一切 安娜很感动也很难过 安娜想不明白 她什么时候从西医的生活里出局了 就在西医准备离开的时候 安娜痛苦地说出她这一段时间的遭遇 因为她看到了西医和嘉兴的合照 然后她就在排练中分心摔伤了 不但摔成脑震荡 还错过了闭幕演出 更是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 最后为了早点见到她 不顾医生的劝阻 在身体还没恢复的情况下 心心念念地飞了回来 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这样的结局 可是她不甘心她不死心 只是没想到的是 不管她怎么苦苦哀求 怎么放低身段 都无济于事 此刻西医除了道歉 再也给不了她任何沉默 西医走后 安娜哭成泪人 之后更是不小心划伤了手 我那么爱西医 为什么最后却被抛弃 之后她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本就透支的身体 再加上崩溃的情绪 在一阵头痛欲裂后 晕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西医和嘉欣正聊起安娜 嘉欣不知道自己 还能不能继续在这个家中待下去 因为从一开始 她就认为 安娜回来之际就是她离开之时 其实她不知道的是 她早就走进了西医的心里 没曾想 西医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 因为安娜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 西医也只能赶过去看看 可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醒来的安娜竟然忘记了 他们分手的事 她的记忆只停留在邮轮上 经过医生的解释才知道 她这是逆向性失忆症 但是这段时间要注意 不能剧烈运动 更不能受刺激 一定不能让情绪波动 西医和嘉欣商量 嘉欣决定让她去照顾她 就这样 西医再次成了安娜的男朋友 对于嘉欣的伟大 闺蜜真是头大 免不了对她进行一顿说脚 很快老公和前女友就回来了 前女友闻香直奔厨房 谁知在她接锅盖的时候不小心被烫了 随着她的一声惊叫 把站在凳子上搞卫生的嘉欣 差点吓得摔下来 好在西医一把扶住了她 原来今天安娜出院的时候 在门口体力不知差点摔倒 好在思琪正好看到一把扶住了她 当听说男朋友竟然忙着工作都不来接她时 思琪立即愤愤不平 思琪的话逗了了安娜 没想到她还真的去了西医公司 而此刻嘉欣正好来送饭 三个人就这样尴尬的碰面了 安娜顿时询问这是谁 西医刚准备说出实情 她其实是我老 营养师 情急之下 嘉欣只得编造了一个身份 西医本想当面说清楚 却又被嘉欣阻止 最后她让他们慢用 然后独自离开 本来是西医和嘉欣的甜蜜午餐 现在却成了西医和安娜的营养午餐 闺蜜得知此事后 气得直跺脚 这晚睡梦中的安娜 脑海里逐渐浮现出零碎的画面 虽不完整却让她十分痛苦 她意识到自己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在这天安娜约西医去吃午饭 西医却借口在开会拒绝了她 不料下一秒安娜亲眼看见西医上了车 显然她撒了谎 安娜一路跟踪到医院 竟看到西医陪着嘉欣上孕妇课 看着亲历无见的二人 一瞬间过往的种种粒粒在目 遗失的记忆猛然涌入脑海 安娜魂不守舍地走回家 她愤恨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 却被别人偷走 此时上完课的嘉欣 一如既往地来给安娜做饭 却不知头上已经悬起了一把等待审判的道理 安桌上安娜大方祝福王西医 说自己已经放下了这段胆情 实则心怀鬼胎打着个大算盘 她故意提及夫妻俩曾签署的离婚协议 以女人的角度 提醒她离婚协议的存在 会让小娇气感到不安 王西医觉得没毛病 于是很上套地打电话让律师修改协议 安娜全程光明正大的偷听 得知明天11点 修改好的协议就会送到嘉欣手里 原以为这对嘉欣来说会是个惊喜 却没料到安娜这天掐准眼感到 她假装和平分手后的好人样 借祝福唯有给嘉欣第九杯 心思单纯的嘉欣没有丝毫怀疑 结果反手就被弄脏了裙子 她只能跑去厕所清理屋子 此时协议准时送达 安娜假装自己是嘉欣领取的文件 随后拿出自己准备好的那份协议将其调包 当她把文件交给嘉欣时 里面的内容令她黯然失色 安娜假装关心 随后一字一句帮她念出来 打字都看得出来 所有条例都是照安娜的心意拟定的 可嘉欣却信誉为真 摘下戒指后她绝望地离开 而干了坏事的安娜 哭哭啼啼地对嘉欣感到很抱歉 说白了就是自我安慰 此时王熙一手捧鲜花与嘉欣参念而过 来到此处却只收到一年遗弃的婚戒 恰好汪奶奶带着一家人出现 一见安娜顿时脸色不孕 顿时所有人都将错误归到熙义身上 她有嘴也说不清 心里只想尽快找到嘉欣 安娜刚要上前晚了 结果被她甩手推开 腰椎重重地撞上了桌子 却没有一个人去关心她 此时王熙一四处寻找嘉欣 终于看到一个落寞的身影 奈何嘉欣一见到她就跑了 不愿意听她半句解释 是男的不会解释 女的也彻底失去理智 终是酿成了无法网门的微醉 刚挣脱男人转身 却被汽车撞倒在地 眼看妻子生命垂危 男人大脑一片空白 她发疯式地抱着嘉欣冲向医院 仿佛天空都在为他们 即将逝去的孩子哭泣 当医生递给她一份隐缠手术单 蜥蜴才意识到 他们的小细腻留不住 此时嘉欣突然从昏迷中醒来 看到王熙一正准备签字 以为她是想离婚才要拿掉孩子 嘉欣嚎啕大哭 祈求她放过小细腻 却不知为了保住她的性命 蜥蜴只能忍痛签下手术同一说 两人之间也就此埋下了深深的误会 手术前嘉欣还在拼死挣扎 当她再次醒来时 才意识到小细腻已经不在了 此后蜥蜴便一直被拒之门外 她整日待在婴儿房自哭自笑 发着无人回应的短信 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勇者安娜 也很快遭到了报应 当时她为了阻拦蜥蜴去往回嘉欣 被狠狠推开撞倒桌角 最终导致骨盆被撞错误 今后恐怕难以再有身孕 就算怀上了也很难顺利生下来 万万没想到伤敌八百自损一切 她也没了抢男人的胜算 于是郑重地拜托嘉欣以后照顾好蜥蜴 却不知嘉欣已经无法再面对那个男人 伤心之际 好友狄伦细心开导她 提议去一个没有王蜥蜴的地方 渐渐忘记伤痛开始心生 这无疑是个好办法 离开前嘉欣甚至将离婚协议签好 拜托母亲转交给那个男人 然而车子才刚启动 王蜥蜴就从身后飞奔而来 苦求嘉欣不要离开 恰好有旅游团经过拦截了车辆 王蜥蜴焦急地敲打车窗 嘉欣却面如死灰无动于衷 看着车子远远离去 未能挽回心上人的蜥蜴 仿佛心被撕裂了一半 趴在地上痛哭流涕 最终只收到那份已签好的离婚协议书 她哭求陈母告知嘉欣的去向 可母亲又怎可能让女儿再次受伤 于是这一别就是三年 安娜得知嘉欣主动离开 一度妄想能取代她的位置 可即使嘉欣走了 西义心里也无法再装下别人 爱于安娜无父无母 西义无法对她下狠心 于是渐渐地把她当作朋友留在身边 安娜坚持不懈每天来给她送饭 相信终有一天能感动她 同时也不忘讨好王家人 然而三年来王家人只认嘉欣这一个心 安娜多次讨好都被扫地出门 如今的她爱得无比卑微 而在世界的另一段 嘉欣抛弃了爱情 在匈牙利开启了事业 因在陶一上颇有听分 她成功被陶一大师中山王看上 成为最后一名关门狗 曾经那个自卑的丑小鸭 经历三年磨练 逐渐蜕变成不利自信的女陶一家 而狄伦一直在身边默默陪伴 这天她终于向嘉欣管门了心目 但考虑到嘉欣对情感上的敌注 狄伦也并未勉强她 经历三年单相思的王熙逸 除了思念嘉欣便是忙于工作 这天王熙逸飞往欧洲谈工作 却意外被一件陶一品吸引 不由地想起曾经和嘉欣的点点滴滴 她当即便决定买下 可工作人员却遗憾表示 这个作品才刚被展出 作者本人还未签下保证卡 暂时无法出手 无奈王熙逸执意要买 最终小姐姐只好联系作者本人 对方却要求亲自和买家通电话 因为双方都说的是英语 彼此都没认出对方的声音 了解到买家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供应 嘉欣答应把作品卖给这位博物 随后她亲自签好保证卡 送到熙逸指定的酒店 临走时两人擦肩而过 当王熙逸收到保证卡时 费面的署名却让她大吃一惊 霸总终于找到消失三年的心上人 却发现情敌正在向她表白 她顿时促意大发 这时一通电话打断了告白现场 她立即戴上面具强迫女孩和自己跳舞 拒绝未果后 嘉欣狠狠踹了她一脚 认定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 殊不知男人正一路尾随她 看到嘉欣脱下面具和熟人聊天 蜥蜴忍不住用手机拍下来仔细端详 难以置信短短三年 嘉欣竟变得这样神采艺 完全没了曾经那副土包样 正当他想再看两眼却发现空无一人 结果一扭头被喷了一脸防狼喷 还被警告不要再跟着他俯了就暴走 这晚嘉欣辗转反侧 总觉得那个面具男十分熟悉 他不禁想起了那个他又爱又恨的情绪 就在这天命运又让他们再次相恋 嘉欣注意到身前的男人 从他衣领上的图案 瞬间认出他就是那晚的变态跟踪后 看亲眼前任那一刻 嘉欣瞬间乱了阵脚 刚想逃跑结果意外摔下了楼梯 于是蜥蜴不由分说便抱起他 还厚着脸皮进了他家 原以为这是个重归于好的机会 蜥蜴不停解释三年前的误会 诸不知嘉欣看到的合同内容 是被他前女友安娜调包过的 两人至今都不知道他们情感破裂的真正原因 恰好此时安娜打来电话 得知他那头还有断四脸 嘉欣更是气愣 最终误会还没能解开 蜥蜴就被给了出去 此番久别重逢 嘉欣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又被重新刺开 听着屋内的哭泣声 蜥蜴不想再给他带来伤害 于是他收拾行李打算回来 此时却突然接到奶奶的电话 让他继续留下和一个设计师谈 与此同时 嘉欣也接到师父的电话 让他去接一个商业设计 原来师父和汪奶奶曾是一对情人 汪奶奶从老情人那得知了嘉欣的禁忍 于是有意撮合两人旧情夫人 当两人再次见面时 他们不得不为了工作家伙的威胁 起初两人心照不宣指谈公事 后来西医开始找借口靠近他 都被嘉欣不动声色地回举 就在两人要去见客户时 嘉欣险些被喷泉淋湿 王西医眼疾手快抱着他躲来 两人心中不禁掀起波澜 虽然成功护住了他包里的设计口 但西医已经全身湿透 嘉欣只好带他来买西装 西医意外发现嘉欣一直记得自己的尺码 心中不由的高兴 随后还主动为他挑选洋装 紧接着故意支开门外的服务员 结果嘉欣换衣服时 又被拉链卡住了头 他不得已向门外的西医求助 两人瞬间回想起初次相遇的情形 现如今嘉欣不再是那个自卑自弃的小女生 面对客户他谈吐端庄自信大法 西医根本无法将目光挪开 这晚分别前西医恋恋不舍 他试图做最后的文明 可嘉欣却突然打断他 没有你 就没有今天的我 看着他的身影渐渐远去 或许自己也是时候该放手 分道扬镳后 嘉欣走到半路却突然发现 西医的手机还在自己身上 他迫不得已人路放 一路跟着西医来到酒店 结果发现他整个人十分虚弱 明显是发了高烧 说着就要带他去医院 可他的关心却被西医拒绝 既然迟早都要放手 生病怎样都与他无关 他像个闹别扭的小孩 嘉欣不忍心见死不救 执意要进门给他烧壶热水 看着主动送上门的心上人 王西医怎能轻易放 把这高烧的霸总 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 强行把病毒传染给心上人 而嘉欣所有的理智 也在此刻彻底土工瓦解 直到水壶烧开的声音 打断了他们 回过神后 西医迫不及待想重归于好 一段深情告白后 嘉欣都快要被他打动了 结果他却不争气地睡着了 就这么错过了嘉欣的一番真心话 其实 我还想做你的真相 此事前女友安娜 突然发了一条消息 这直接给嘉欣浇了一盆凉水 他就不该相信男人的嘴里有真话 这晚他去找狄伦诉苦 臭骂王西医就是个骗子 若不知安娜是无意间偷听到男人说话 得知两人在国外重逢 担心他们会就情复燃 于是他迫不及待订机票飞往匈牙利 却看到嘉欣从西医的房间出来 纵有万般难过 安娜依旧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西医下决心要追回嘉欣 他劝解安娜不要再抢去 怎料安娜就是执迷不误 跟后西医收到了嘉欣的留言 直言昨晚只是个意外 两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今后不要再联系 西医不死心地找到嘉欣 死活就是不想和他分开 却不知气头上的女人最难哄 无奈之下 西医决定改变追欺策略 他先是以买家W先生的身份 给嘉欣回赠礼物 还留言说可以加好友进行艺术交流 嘉欣没有丝毫怀疑地上了套 他意外发现和这位W先生很投缘 两人在聊天中渐渐产生了共鸣 还将内心深处的秘密与对方分享 W先生还会偶尔送嘉欣一些小礼 他们仿佛找回了初恋的感觉 西医渐渐用这个身份 鼓励嘉欣忘记过去的伤痛 开始新的生活 怎料嘉欣误解了她的意思 当即决定去环游世界 一不小心就把人越推越远 于是为了阻止嘉欣去环游世界 西医花钱包办了她闺蜜和助理的婚姻 房子攥戒随便挑 唯一的要求就是让嘉欣回来当大娘 嘉欣猜到这是王西医的诡计 但还是拗不过闺蜜撒娇 就这样离家三年的嘉欣终于回骨 吹着熟悉的海风 她告诫自己不要眷恋过我 可接下来的日子里 西医频繁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各种甜蜜求和 让嘉欣越发摇摆不定 于是她发信息请教W先生 西医一边回复短信 一边嘟囔嘉欣看不清自己的真心 她好奇地问嘉欣 是否还对前夫有感觉 结果嘉欣不知怎么回应 想了半天又反问W先生 如果是你 还会愿意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吗 怎料西医早已睡死过去 手指不小心碰到代表拒绝的表情包 这让嘉欣幡然醒悟 果然还是自己太冲动了 以至于好了伤疤忘了疼 等西医醒来看到消息 才发现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 顿时悔不当初 急忙解释昨晚点错了表情包 怎料嘉欣已经想好要和她划清界限 情急之下 西医决定以W先生的身份约嘉欣见面 看到这个邀请 本就对W先生有好感的嘉欣 顿时满面春光开始补妆 还提前赶到了约会地 结果到见面时西医又变广 他担心W先生身份暴露之后 嘉欣可能永远不会再见自己 于是假装偶遇 心知肚明地问他是不是在等网友 被看穿的嘉欣有些尴尬 随后西医又说这种网上约见面的 基本都是渣男 这人狠起来连自己都骂 但这也惹得嘉欣很不高兴 他一边维护W先生 一边讽刺王西医冷血无情 说W先生可不会逼着他打掉孩子 却不知当年西医是为了保全他的命 因为被嘉欣的言语重伤 西医伤心离去 嘉欣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分 赶忙追出来和他道歉 没办法男人就是好伙 嘉欣几句话他就软下心来 还索要一个拥抱当作是补偿 嘉欣情不自禁地走近 紧接着被西医牢牢所赞怀 这次说什么都不会再放手了 等料情敌突然回国 还告诉嘉欣他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 而他妹妹就是总裁的前女友安娜 为了补偿亏欠多年的妹妹 狄伦希望嘉欣不要再和总裁前夫联系 让妹妹获得幸福 细想若是没有狄伦的帮助 他也没有今天的成就 于是嘉欣答应了这个过分的要求 当他瞥见不远处那甩不掉的前夫时 立即和狄伦来了个拥抱 这一抱成功把王西医炸了出来 他气愤地把两人分开 两个男人的战火瞬间点燃 嘉欣大方承认他已经和狄伦恋爱 还拉着所谓的男朋友离开 这让西医伤心不已 晚上他以网友的身份试探嘉欣 才得知原来他是在假扮情侣 这可把西医高兴坏了 他决定抓住最后一次机会 以网友W先生的身份和嘉欣重新认识 怎料在赴约前 嘉欣突然对W先生一番感谢 是他让自己忘掉了曾经的伤痛 西医猛然意识到 嘉欣痛苦的根源一直都在乱他 那他又怎能再以W先生的名义出现 于是当嘉欣来到赴约地点时 狄伦手捧着定情信物出现 虽有瞬间的错愕 但嘉欣还是欣然接受 选择了和狄伦开始新的恋情 亲手把心爱之人拱手让人 西医的内心充满了酸醇 而狄伦虽得到了心爱的女人 却没有意想中的高兴 这晚曾经的情敌坐在一块畅谈 狄伦才发现 西医对嘉欣的感情有多深 一向证人君子了他 不禁对这份偷来的信徒感到愧疚 当安娜得知两人已经彻底结束时 心中不由地窃喜 过后他开始制造各种机会和西医相处 怎料这天哥哥却突然带着嘉欣上门探望 两人突然以恋人的形式出现 狠狠刺痛了西医 紧接着四人坐下来一起吃饭 气氛异常的微妙 看着狄伦一直给嘉欣加菜 西医实在忍不下去 他拉着嘉欣进房间反锁 质问他和狄伦在一起快乐吗 嘉欣始终一言不发 后狄伦和狄伦相处了一段时间 却总是找不到之前那种心动的感觉 狄伦也觉得自己是在扮演别人 这样的相处远不如曾经做朋友那般舒服 于是两人决定和平分手 狄伦也坦白地自己不是W先生 可嘉欣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放下一切的嘉欣 决定在不久后踏上环游之旅 此前汪奶奶突然联系他 希望他离开前能回来看看 嘉欣突然想看看曾经那个婴儿房 或许明明中有什么在指引着他 打开了桌上的日记本 里面记录了他离开这三年里 西医所有的痛苦和思念 翻页时一张便利贴突然掉落 那正是他亲手写给W先生的留言 此刻嘉欣才知道 原来买走他作品 每天陪他聊天不断鼓励他的人 一直都是王西医 可嘉欣始终忘不掉 当初那份离婚协议书带来的伤痛 这成为两人之间永远过不去的一道卡 而其中封存已久的迷惑 也终于在不久后被彻底紧开 这天安娜在和哥哥聊天时 不小心说漏了嘴 狄伦得知安娜调换协议一事 为了不让妹妹一错再错 狄伦决定将真相告诉王西医 安娜哀求哥哥不要将真相曝光 为了阻止狄伦 他们几乎同时出现在西医面前 西医脸疑惑 等了西医一秒就看穿了她的黄 此刻安娜清楚她和西医在无可 但她却第一次感受到了家人的爱 也算是大彻大悟 她决定不再抢求不属于她的爱情 此时即将登基的嘉欣 突然收到西医让前台转交的文件 下一秒身后的王西医便叫住了她 她固执地转身离开 片刻后却收到了安娜发来的显作文 解释了当年她故意调包离婚鞋 才导致他们误会了三年 也坦白了这三年里 西医一直都没有答应和她在一起 就在王西医失魂落魄离开机场时 王西医 至此三年的误会终于解开 历经波折的情感道路 让他们无比坚信 对方就是那个要相伴一生的人 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咱们下部剧见